我總列數,我這邊的資料是到3611 可是我如果利用插入樞紐分析表 這邊怎麼兩個 這個字,現在就不管到 然後插入樞紐分析表的時候 它居然會出現,我應該是到H的3611 結果它變成3681 那主要原因就是說,可能你們要注意一下 因為如果之前你用過的資料範圍 它有的時候會出現錯誤 所以可能還是要檢查一下 Ctrl向下 明明底下沒有 它就會誤以為說你有3611 所以你們可能還是要記一下總列數 然後呢 所以如果假設發生錯誤怎麼辦 沒關係,你就自己改一下 這邊把它改成36 有沒有 我這個工作表叫資料 資料的範圍之內 A1到H的3611 所以這個可能要把它改一下 應該就正常了 好 那所以呢 我如果要錄製一個叫 所以剛剛NG NG就再來一次 就是叫樞紐 叫樞紐表 底線區好了 好 那又NG啦 所以其實常常會NG很多遍 算正常的 OK 按確定 然後再再來一次 然後11 游標放這邊 任何一個地方都可以 插入樞紐分析表 然後記得哦 如果你是對的不用改啦 如果你是不對的可能要改一下 3611才對 OK 然後按確定 好 然後再來一樣 把資料拖拉到區 區拖拉到尺 再把區拖拉到列 這樣就OK了 然後 游標放在B4上面 然後再把它資料排序一下 排序的話在Z到A的地方 OK 好 這樣子哦 那 排完之後的話呢 接下來 我們就把它停止了 因為這樣就是我要的 好吧 所以我把開發人員停止錄製 所以我頂多是多一個動作 游標放在B4 然後呢 資料裡面有個Z到A 這個動作的話把它排序一下 好 那樞紐表OK之後的話呢 再來就樞紐圖了 OK 那 所以呢 錄完之後的結果在哪裡呢 在 聚集裡面 我剛剛有錄一個叫樞紐 叫樞紐表底線區嘛 所以編輯它一下 當然如果你現在RUN一定會發生錯誤啦 所以我假設 我要把這個剛剛錄製的程式 檢查一下的話 那我可以 切到聚集裡面 找到樞紐表底線區這個 按編輯 好 那編輯之後的話呢 我剛剛寫的程式就出現了 所以其實在這邊 OK 那 一樣我習慣是把上面的 這個單以後拿掉 然後呢 基本上我大概改幾個地方啦 第一個好像他錄了這個啦 Range B4.10 這個好像是多餘的 這個可以把它delete掉 第一行理論上應該是 Shit.add add的話是新增一個工作表 這個上個禮拜有講到 第二行的話 我建議你自己補一行 叫Active 這個可能要自己打一下 叫目前 就是你新增的那個工作表 叫Active Active Shoot 它的名稱要叫什麼呢 我希望它的名稱叫點內 等於什麼呢 等於叫各區比例圖好了 所以這邊的話 你就給一個名稱 這個跟上個禮拜一樣的動作 各區比例圖 就是新增工作表 然後呢 把它的名稱改一下 其他還有改哪些 還記得吧 它的這個地方 這個可以拿掉 那如果 其他你不動的話 其實底下這兩行也可以把它拿掉 跟上個禮拜一樣 那其他的話呢 這些如果你假設不動的話 應該都沒關係 然後 這樣應該就OK了 所以理論上 我剛剛只有增加一個什麼 這個 這個在 Shit.add的下面 把它改名稱 然後 並且把它的那個什麼 Table Distination 本來有一個叫什麼 工作表驚嘆 工作表13驚嘆 把它拿掉 留下 R3 C3 就可以了 R3 C3其實指的就是第三列的A欄 其實就是A3儲存格 好 那把它Run一下 如果沒問題的話 應該Run它 應該OK 有沒有 這邊就出現了 有沒有 叫各區比 所以你把它執行之後 如果沒有發生錯誤 那恭喜你 表示應該 你改的部分應該都對 所以我大概增加這個 各區比例圖 這個改完 這邊就會改這個名稱 所以 Add一個工作表 然後呢 把它名稱改動 記得喔 這邊 這個Table Distination 記得 就是留下是 R3 C3 這樣的訊息就OK 可是你 如果假設啦 你說 老師 那R3C3 我看的實在很痛苦 因為我覺得這個敘述方法 我不太習慣的話 那有沒有比較簡單的敘述方法 可以改 跟各位講 如果你假設不習慣 R3 C3的話 其實你是直接可以用什麼 用那個A3來代替 但是你特別重要 你不能直接打A3 其實你打A3前後加中瓜弧就可以了 也就是說呢 以後呢 你假設 你不喜歡用 R3A 有沒有 A1 這樣的敘述方法的話 你可以改成中瓜弧A3 這個也可以 就是指的是A3儲存格 兩個方法其實都可以 那另外還有一種 比較長 可能叫Range A3 Range A3可能比較長 你剛才用這個會比較簡單 好 那你改完之後 這個可以把它什麼 把它刪掉 再Range一下 那應該OK啦 應該理論上應該結果一樣 有沒有一模一樣 所以這個是可以把它改A3 意思就是說 你將來這個圖表要放哪一個儲存格 A3儲存格的意思 OK 所以這個什麼意思 這個指的就是把 將來的表格 將來你要放的表格 放在哪裡開始 放A3開始 所以你說 老師 那如果將來不要放A3 我要放A1 可不可以 可以啊 你把它改A1 比較OK的 所以如果把這個地方 你不要A3 你把它改成A1的話 有沒有 那其實結果 它就會幫你把它放A1上面 OK 執行一下 這樣有沒有A1 可以吧 OK 所以以後的表格 你要放哪裡就放哪裡 其實並沒有說 一定要怎麼樣放 那最後的話 其實跟各位講 有些地方其實還是可以刪掉 像底下這個Wiz Active什麼 PyV Table 這個 這邊有一堆的參數 Wiz到EndWiz 跟各位講 其實這個是可以刪掉的 這一串有沒有 我發現這個是多餘的 所以我習慣會把它Delete 但你不Delete也沒關係 你把它Delete掉之後的話 那基本上呢 你再去執行它 結果應該也會是一樣的 OK 但你如果覺得說 這個不影響的話 有沒有 結果一模一樣 那個敘述其實就是 就是預設的 它的相關參數 那個拿掉都沒關係 所以特別是 底下這邊不是有一串這個 這個最長的Wiz 到EndWiz 這個是可以拿掉的 OK 那最後當然你可以再把它加上一些註解 比如說 第一個是新增工作表 然後重新命名 然後再來的話就是 就是增加插入樞紐分析表 所以如果你假設要加註解的話 請你再把這個裡面再分別加上註解 比如說這邊的話 雲端上我是有放 類似像雲端上面這邊 新增工作表 然後第二步 第三步有沒有 第二步的話就是 拖拉到直 那排序的話 排序應該 排序應該 應該是這個 這個才是排序 所以游標放B4的時候有沒有 這個的話就排序 那怎麼知道是排序喔 有沒有發現 Range B4.10 不是游標放B4 不過如果你要排序的話 如果假設你已經改成A1的話 這邊可能要把它改成 游標放B 不是B4 可能要把它改B2會比較恰當 不過好像我印象中 你把它放B藍的 任一個儲存格 排序它應該結果都一樣 好啦 反正就是說自己再加上註解 有沒有 第一個 第二個 第三 第四 那記得如果你還要在執行之前 一定要把舊的給刪掉 因為如果你舊的沒刪掉的話 它會出現錯誤 什麼錯誤呢 因為你這個名稱已經存在 你再新增一個也叫一樣的名稱的話 它會出現 不行喔 你名稱一樣喔 OK 所以不能直接Range 記得要把它刪掉 然後再來怎麼樣 再來RangeOK 所以這邊Range 好 那樞紐表OK之後的話 再來就樞紐圖 那圖的部分跟上個星期 也是一樣的動作 所以錄製的時候記得 你只需要把這個旁邊地方 我剛才用一樣的好了 我剛才這邊一樣把它改成A3算了 這邊暫時不動好了 不然的話結果會差異比較大 OK 把它恢復好了 OK 就放A3好了 好 那再來的話呢 我們就是再錄製一個叫樞紐圖的 樞紐圖的部分的話 那一樣就是說呢 我游標一樣放這邊 當然你彩排一下 就是 記得上方有個叫樞紐分析表的分析 樞紐圖 有沒有 然後用圓形圖就可以了 然後 大小跟 位置先不要動 我們自己修改程式就可以 跟上禮拜一樣 不一樣的地方是 就是 還有啦 標題我看你乾脆 也後面自己在補程式 用雲端上 我給各位的範本貼好了 比較不會有問題 那 比較會有問題就是這個地方 我建議是按右鍵 就是這邊有個叫新增標 新增的什麼 圖縮文字就可以了 那一樣啦 這樣就出現了 好 那就把它錄 把它錄進去 OK 所以我們把這個地方 彩排過之後 我們來做 所以 一樣喔 接下來就是說 我錄製一個 具體名稱叫樞紐圖 剛剛是樞紐表 現在叫樞紐圖 然後底線區 好 這樣喔 樞紐圖底線區 按確定 好 接下來的話呢 把它蓋過去 一 有不要先放這邊了 然後第二個的話呢 就是 插入這個樞紐分析圖 然後找到圓形圖 按確定 然後位置跟大小不管 反正等一下自己用程式來改 然後直接按右鍵 插入什麼呢 這個 新增圖說文字 然後最後頂多多一個動作 就是再把那個中山區 這個圖炸卡 就是移出來 移出來 移出來其實就是直接 當它已經全選就不用再點全部了 如果已經全選了 你就直接點中山區 所以一已經有了 二 點中山區 三直接往外拉 OK 好了 結束了 那至於標題部分 我看 這個地方 我們直接拿上個禮拜的 或者我雲端上面有的程式來改 可能比較簡單 最後按停止物資 可以停止 好 接下來的話呢 這個圖先刪掉了 因為我們已經錄完了 這個不用 然後呢 直接拿剛剛錄完的結果 來修改 在哪裡 可以梳紐圖 底線區 有沒有 在這裡 然後編輯它一下 那錄下來的東西 在這邊 那一樣 會幫你產生聚集 這個註解 先把它刪掉 你可以 看到它就產生一個派圖 第一個 我上禮拜提到 只要增加什麼 它的坐標 如果我希望呢 它幫我放在哪裡 那你就直接在 add chart 2 後面增加 它的那個 坐標 所以lab跟top 還有就是它的wis 跟它的 這個什麼hite 這個其實跟上個禮拜一樣 所以如果你之前 假設有做過的 其實你是可以直接拿來call 比較快 上個星期的這個 這個樞紐表 樞紐圖 樞紐圖在這裡 有沒有 還記得吧 放D2的話 就這兩個 RangeD2.left RangeD2.top 就是它的那個 左邊跟上面 OK 然後呢 寬度的話 剛好就是D1的10倍 就是意思是10欄寬 然後呢 實力高的話 就是D1的高 點height 乘上15 或乘上20 都可以 把這個複製一下比較快 感受C 所以如果之前有寫過的話 其實就直接拿之前的來用 可能會比較快 OK 貼上 這樣的話我們寬跟高就OK了 其他的話還有哪一些地方 其實可以沿用 還有就是說 因為我剛剛沒有設定什麼 沒有設定那個標題名稱 所以其實標題名稱這邊也有 有沒有看到 從2這裡 還有取消圖例這裡 這個在雲端白板上面的第18頁 有沒有 所以以後如果你要修改標題名稱跟字型樣式的話 建議你乾脆直接拿第2到第3下面這一行 它叫HasLegend的話就是圖例 0的話就是不要 然後把這個Ctrl C 然後把它加到哪裡呢 加到我們程式的End Sub的上面 在這裡 這邊好像少了什麼 多一個後括弧 應該就過了 這後括弧 應該就過了 OK 然後再把它放在End Sub的上面 在這裡 接上 這樣就OK 修改名稱的話 這個就是叫做各區比例圖 比例圖 OK 其他不改好了 應該都一樣 這個是字大小20 然後Bold等於意義就是要出體 顏色的話 這個叫Fone Color 顏色的話就是紅色 R就是紅色 G的話就是綠色 B的話就是藍色 那就是紅色 其他沒有 就表示這個應該就紅色的意思 好 那這樣的話 把圖例關閉 就是寫這樣OK 好 那理論上 我就拿之前的來改 會比較快 所以之前如果做過的話 你可以當範本 所以我剛剛基本上 把剛剛錄完的東西 在那個什麼 Add Char to後面兩個參數 再加上四個參數 就是分別是坐標 跟它的寬 還有它的高 然後再加上那個什麼呢 修改它的那個 那個圖表的樣式 這個也是可以直接從那個 雲端上面的直接拿來參考 記得我是 放在雲端白板上面的第18頁 所以你們自己再找一下 這一段 那做完之後的話 最後就可以runrun看 如果假設你run出來OK的話 那表示應該成功了 那怎麼做比較OK 我建議是 如果你沒把握 我建議還是按F8 足行跑跑看 有沒有一個一個 有啦 第一個這邊 所以它會先把圖放進來 然後再來的話呢 把那個 資料給它 然後它會做什麼選取 然後把上面做那個圖說文字 然後並且把它炸開 炸開的話其實就是什麼 Explosion 有沒有 這邊有選到的這個 把它 出去11 所以這個數字11 不是固定的 你可以 越大 它炸開的 距離越遠 OK 所以這邊的話 有沒有 11的話大概這樣 如果你覺得太多 你就把它改小一點 太少再增加OK 然後 圖表的樣式就是這個 Wis at chart title 然後把它的 字改成叫各區比例圖 然後 顏色改成紅的 然後並且字大小改成20 然後加粗體 然後再來的話就取消圖力 圖力的話應該是在 右邊這邊我看一下 這邊這個 所以把這個圖力給拿掉 就是叫 HasLegion HasLegion 就是把它這個圖力拿掉 OK 那這樣就完成我們要的結果了 看起來好像有點太窄了 我給它16列 16列好像太窄 所以我覺得不滿意 那怎麼辦 沒關係 我就是再怎麼樣 再把它改一下 高度調整為20好了 所以 似乎我覺得太低 20 OK改一下 那這樣就可以直接亂換看 因為剛剛已經足行跑過 沒問題 所以再把它執行一下 這個圖就出來了 感覺好像比較OK一點 好 那最後的話當然 一樣的道理 可以把樞紐表跟樞紐圖 兩個結合在一起的話 那所以呢 也比照上個禮拜的做法 就是我們是什麼 再增加一個什麼呢 上個禮拜是把兩個 扣樞紐表 扣樞紐圖 只是差別是加個底線區的 所以我拿這個來複字來改好了 所以我把它放在這個底下 那這個名稱叫什麼 叫各區比例圖 所以這邊叫各區比例圖 然後這邊就是 扣樞紐表 底線區 然後扣樞紐表底線 OK 所以如果要把兩個結合在一起的話 那就直接怎麼樣 用 再增加一個SUB 叫各區比例圖 然後就扣這兩個 OK 那試試看好了 所以把這個就的刪掉 然後把剛剛兩個結合在一起 然後幫它run一下 看到了結果 有了 這個就各區比例圖 就出現了 所以請各位試試看好了 這個是上個禮拜 等於有點是複習的味道 就是 上個禮拜先增加一個樞紐表 那只是這一題增加一個底線區 名稱不要一樣 那 主要是改那個 新增工作表之後 底下再給它重新命名 其他應該沒什麼改啦 剩下就是 自己再加上那個 註解上去 那剛剛有同學問說 那是不是可以拿上個禮拜的那個樞紐表來改 其實應該是可以 只是說 可能你還要改排序吧 排序上禮拜好像不一樣對不對 上禮拜是 也是由大到小 上禮拜沒有排序嘛 應該要多打一行 對 所以排序這個可能要自己再把它加進去 如果你不會的話 你錄完之後把這個搬到那個上個禮拜下方 好像有同學也可以啦 如果你假設要拿上個禮拜拿來改 沒有問題 全部改成區就可以了 全部改成區嘛 排序再那個 再加上去就好了 再加就可以了 對也可以啦 你看哪一個方便 就可以把它寫 反正寫程式 最重要是不要有bug 跑得出來 那就OK了 再來剩下就是 你要不要再把一些程式再精簡 像我剛剛不是刪掉那個 Wiz到EndWiz 一大堆有沒有 那你不刪也可以啦 只是光看了就覺得很討厭 程式誰喜歡那麼多 越少越好 都非常清楚 每個地方其實都有它的作用 所以我剛剛拿掉是沒有作用的部分 那個沒有沒關係 其實剩下最後還有一個地方 可能會出現錯誤 就是這個Version等於7 跟DefaultVersion等於7 跟DefaultVersion等於7 這兩個參數 目前應該是沒有問題 就是在你目前的電腦OK 可是如果你換一台電腦 它的Easeer版本 不是7的話 可能是8 可能是9 那也有可能會出錯 因為它這個地方已經限制說 我的書納分析表的那個版本 Version 版本一定要是7 可是如果換成其他版本 它會出錯啦 所以如果假設你要更細一點的話 你甚至可以把 豆點Version 冒號等於7 這個刪除掉 然後DefaultVersion 這個把它刪除掉 這樣就更保險了 不過如果你假設你自己用的話 這個不刪其實不影響 只是說刪掉會更好 OK 試一下 所以最後的話 那我們就可以 這邊又多一個什麼 各區比例圖 所以請各位旁邊再增加一個按鈕 有沒有 各區比例圖 按一下 這邊錯了 Version 所以我這邊突然把它刪掉好了 所以如果假設你那邊有發生錯誤的話 就把它刪一下 再把它弄一下 這樣OK了 為什麼圖沒出現 OK 所以 各區比例圖 我看一下 我指定的是 各區比例 我這邊有兩個 因為我之前可能有寫過 所以你可以看到一個 也就是我這邊可能有 之前有寫過 一個在 module 1 一個在 module 4 這邊各區比例圖 我之前好像有寫過 所以這邊 delete掉 這個不要 留 module 4的 然後按右鍵 重新指定它 各區比例圖 這樣OK了 按下它 這邊就有了 好 那今天的話 那等於是把上個禮拜的 例年切到折線圖 再增加一個 就是各區比例圖 那另外的話 當然還有一個 入接到前十名的直條圖 那跟各位講 這個做法一模一樣 所以這個我就不做了 因為這個請各位自己再把它延伸 也就是說 我希望你們的作業裡面 就是把這三個產生出來就對了 所以入接到前十名直條圖 看你是要拿前面的來改 OK 比較快 或者是說呢 你又要重新錄製 也OK 可是如果你沒有重新錄製 好像那個什麼 有個地方會出不來 就是只要前十項的這個 所以前十項這個 要不就是你把前十項這個 把它加到程式裡面 也可以啦 好 所以這個後面請各位自己再完成 一、二、三 三個 那最後 我們可能還需要寫一個 就是如果我要重新再run一次這三個按鈕 那必須要先把這三個按鈕刪掉 不然的話呢 三個工作表刪掉 不然它會出現錯誤 就像這樣 如果我再按一下例年切到直線裡 它一定會出現這個 該名稱已存在 有沒有 為什麼 因為它要重新命名的時候發現已經有這個名稱了 所以你按針錯 它會卡在這裡 有沒有 Active 去目前的工作表是哪一個 是工作表25 要改成例年切到它會出現錯 為什麼 因為已經有了 不能有一樣的名稱 那怎麼辦 你可能要停止 OK 然後把這個先刪掉一下 那你必須要先把舊的刪掉 才能夠做新的 怎麼做待會再看 那請各位試試看 把剛剛的那個各區比例圖完成 然後再試著做做看 路接到前十名之條圖